华联港支县嘉兴铁道路段通行了近50年来 因为处在狭长距离的转弯道 致使铁道噪音扰人 尤其是在上午6点多的时候 村民正在熟睡的时刻 以及晚上10点要入睡的时段 影响到村民的生活品质 而为了解决这个长年的问题 嘉兴村村长邱明雄表示 地方反弹的声音相当的大 而近期也会寻求县议员郑宝秀来澄清 解决地方的问题 嘉兴村花林港支县 虽然架设隔音墙 希望能够减少噪音的声量 不过台铁还是没有依照村民的约定 早上80之后发车一直到晚上6点以前 是早上6点台铁就开始发车了 一直到晚上11点就寝的时候 还在行驶 让村民们无法入眠 加上2013年10月21号台铁翻车 而掉落的水泥污染了嘉兴村的农地 让农民们无法更作 台铁该好的赔偿费用到现在没有下文 嘉兴村民们可以说是相当的气愤 他一停 一台撞一台 咔咔咔咔咔这样子 要走的时候也是咔咔咔咔咔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边附近的居民啊 被饶得无法 我们又要上水投诉 他们老大作风讲一讲是不关我们的 甚至于嘉北 嘉北那边都有时候临近的都还听得到 这个火车在跑的声音啊 所以说 我们希望说 有关单位 哪一个来替我们组织公道 让我们有回归一个临近的 你今天如果说 像这个 运输的 你是说我们那个 就是运输工具 不是 它这个是盈利单位啊 如果今天大动运输 我们不会去 说什么 可是你盈利单位 你不能你们赚钱 我们来受害 那没有道理吧 所以说今天啊 我希望说 借着这个机会 我们的议员啊 感谢议员 替我们 出一口气一下 让我们有一个临近的 这个社区 再来就是 该过去 火车换车 该撇的 你就是要撇 不是空口说白话 一直到最近我才知道说 他们 并没有赔给人家 这一放就好几年了 那不是多钱嘛 这是少 少额的部分啊 哦 你就赔给他那个农作物 好好地被你们这样屁股拍拍就走了 哦 我还没有讲啊 当初他们那个水泥啊 就是用怪手这样冲走啊 不是拿起来啊 大部分都是水 就冲 冲下去 这样子也不对吧 家庭村长 全民想表示 对村民愤怒 今日以后寻求先延伸保修的协助 邀集台铁相关单位来召开会议 务必要解决村民的信心 让台铁了解 家庭村民住在这里 可以说是相当的悲愤 地方板坛声浪可以说是相当的大 希望台铁能够还给村民一处安全物业的好地方 记得中间暴露